大家好 我叫张聪雁 来自吉林长春 我今年33岁 从事什么工作 是一名私仪主持 歌手 咱们同行啊 不敢当 一直以来就是做这个工作 还是以前做过别的工作 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 说来听听 因为我有一段很不幸的婚业 我是06年的时候闪婚 跟我前夫认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结婚了 然后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 感情不和 然后因为闪婚嘛 彼此也不了解 然后性格也不和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把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然后我是特别能张罗的那种人 典型的东北女孩 特别要强 然后做生意赔了很多钱 然后这些钱都是我在我的亲戚和朋友那儿借的 我怕她还不起这些外债 伤害的是我的亲人和朋友 所以说我们两个离婚的条件就是 外债由我来背 孩子由我来抚养 所以那段时间确实对我来讲挺苦的 在16年年底的时候 在一次体检 被确诊为宫颈癌17B2 然后从我确诊开始一直就没有再从事这个行业了 就一直在家里通过漫长的治疗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专职的家庭主妇在家里带宝宝 那你现在生活来源怎么办 我现在的生活来源是靠我现在的现任的丈夫 结婚了 对 我们是在13年的时候认识的 14年结的婚 那个时候我就自己 不管怎么累 我从来没有想过再婚 但是就是在一次 因为我从事演艺嘛 唱歌 然后在那个 在我现在现任老公的单位认识她 我们就通过一次演出结识了 来 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第一眼看着的时候就是动心了 就瞅着这些女人特别成熟 喜欢这眼 就是没有表白 一点点对她就是追求的嘛 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她就在跟我搭话 然后挺无聊的 什么时候关系去更进一步的 我俩认识 给她过第一个生日的时候吧 过生日那天你表白了是吗 对 咋表白的说一天 就说我们在一起吧 我会照顾你 没有答应 刚开始的时候是拒绝的 因为她当时不知道我的情况 一直以为我是单身 然后就是那天的时候我才跟她讲 我说我们不合适 然后她问我为什么不合适 我说因为我是离婚的 然后我还带孩子 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 关系还大了她那么多 对 而且我还大了她七岁 所以说刚开始拒绝她的 拒绝完她之后她也没有放弃 她每天还是照常的 我只要是由我去他们店里去工作 她就会给我订饭 照顾我 问我吃不吃晚餐啊 给我订饭 然后我挺反感的 就是我觉得我这么黏 我都拒绝你了 然后你还这么黏我 然后让别人看了感觉特别的不好 我就特别的讨厌她 其实我们两个有感谢她的 我们共同的一个同事 她就跟我讲她虽然没有学历 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她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 她很小就跟父母在外地打工 然后她父亲在她17岁那年 就得了脑出血 然后家里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 一直都是由她来承担 家里面的生活来源 最主要的是她供她的哥哥 一直从高中到大学毕业 全都是由她来承担的 然后她当时和我讲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对她的看法一下子就转变了